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自负通的环球直击 虽然今个星期港股交易日比较少 外围不会放假 汇市那边加上美股 大家继续都可以关注 先问一下行情 Aaron早晨 早晨Apple 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汇价 股市再加上息率 债价那些 其实都是一脈相成的 互相都有影响关系 上星期见到美汇真是弹 对于股市 或者对于债息 其实会不会继续影响大市的气氛 会的 当然好似你所说 香港股市就要先休息一下 但外围的消息仍然有 美金就如我们预期一样 在1月的时候 其实都曾经换过 但最终我想都出现了反弹 亦都很接近我们心目中的阻力区 大概就是上年9月份的 91.7至92.5这个区间 你说弹完没 大家其实就确要再看一看 因为市场上的气氛或者焦点 开始有点想炒转向 转向的意思就是可能纯粹短期的转向 看着什么呢 其实就是传说 美国经济复苏的时间 或者是力度 会比欧洲快或者比较强 这个我想我自己觉得其实不意外 不过市场好像当了发现新大陆 在这段时间是发烤的这些消息 包括就是说来欧洲接种疫苗方面 好像就有点阻滞 例如法国、德国的接种比率 其实是比较慢、比较低 英国其实是欧洲接种得最快的 大概有10%人口已经接种了 美国坦白说接种比例比欧洲更低 但是大家可能就相信 新总统拜登的承诺 他就说在上任100天之内 希望就是将三分一的美国人口 大概就是一亿人左右 即33%的人会接种了 大家会觉得你应该会快马加鞭 会加速接种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方面就是经济数据方面 例如德国最大的龙头 其实是欧盟里面 经济仍然是一池死水 因为始终它还是一个最高级别的封关 你看到零售销售的数据也是比较差 加上欧元其实也不算太弱势 对比上年其实也算是偏强 所以这段时间市场是有点担心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借口 是纯粹借势压一压低欧元 因为坦白说欧洲都是出口为主 所以借势如果调整一下的话 反而是比较健康 比较对他们的经济复苏有点好处 所以我预计今次调整的力度 又未必会太强 例如美汇指数 仍然是91.7至92.5% 应该是一个重新吸纳外币的好时机 对应欧元的话 大概我假设是 会跌不穿 即是守得住上年下半年的低位 大概1.16水平 我估计就可能是1.18至1.19半之间 就在找着支持位置 所以这个就再进一步观察 看看有没有进一步好消息 就是刺激的美金 但是我想大方向其实没变 就是今年无论是联储局 或者环球央行 都继续是一个零式 或者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亦都是大家在憧憬疫苗 总有一天是会过去的 但是在第一季里面 可能大家都对经济复苏 未有很大的信心 变了也是在观察疫苗的效用 这些我想是 你预计会在第一季 不停会出现一些零星的负面消息 但是大家的整个剧本 大框架似乎没有出现变化 不过如果一说到美元的走势 和息口的问题 其实一定要看金 因为金价的走势 都取决于这两样 我见大行其实对于金价来说 又不是看得特别进取 好像真的跟上年年底 有些少分歧 也都见到上星期金 都去到1800留下 其中高盛亦都认为 在商品当中 银行程可能比金好 因为都是跟你所说 拜登生政底下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不同了 偏重太阳能 太阳能面板当中 又要用到银 究竟说需求层面 或者其他因素底下 金是否真的会略顺于银 我想有几个因素 我同意这个观点 因为上年金的表现 已经升了25% 过去两年 即是由19年至20年 其实金是升得比较急 当中最大的一个推动力 其实就是因为央行减息 因为持有金 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没有息收的 所以当央行减息 其实反而是有 相对地突出了金价的优势 19年就联储局减了三次息 上年就因为一场疫情 全世界的央行都一次过 在三月份减到零息 这个因素的确是推升了金价 即是金价是由减息之后 开始就开车走 好 去到2021年 现在环球央行都近乎零息 甚至有些是负利率 亦都大家对进一步减息是很有保留 我想金价就少了一个推动力 而另一方面 今年是炒一个经济复苏的初期 白银其实是传统工业用的一个商品 包括刚才你说 可能支持一些某些板块 例如太阳能的产业也好 可能都需要大量的这些白银 所以的确对需求面上 大家是看好一点 我想今年其实大家都不是说金价不升 不过它不是一个当炒的工具 变成大家相对地有那么多一种商品 或者是大宗商品也好 有色金属也好 其实大家会相对比较看好一点 所以加上去年其实就 银价一直跑输给金价 当然很多理据 大家都是偏重觉得银 可以炒上去的机会比较大 我又不知道近期美股那边 即华尔街和散户之间的角力 战场说想转到银价这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成为大家 引起对银价关注的一个契机 但是你说会不会推波助澜 可以将银价炒得很高呢 我觉得暂时就未似的 因为始终都有复苏初期 还有商品的市场 其实远远大过过股的市场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去操纵到 这个我想对散户来说 你可以当是一个方向性的指标 就是今年银价似乎有机会追落后 但是就不要太深红 真的看到他一千元才放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亦都和你炒过股 我想有很大的分别 上年就见到金升上来就带银 但是上个星期就银升上来带银 有点不同了 不过金是否真的都可以后低吸纳 我想可以开始小注 还有你预计了今年 是没有去年那么大的升幅 但是初步价位 你见到其实是1800元以下 市场是有少少兴趣的 因为始终都是看着 今年是美元的大弱势 亦都未来一两年 可能都是美元一个弱势 所以反复来说 其实所有商品所有的货外币 似乎都有机会向上市 只不过今价跑线的机会相对比较低 所以大概例如1760元附近 我觉得是可以初步第一柱级纳 大家看看今价首季的表现 会不会好似于期 谢谢Aaron的分析 你现在在看智库财经的YouTube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后 按下小铃铛 我们有最新的讯息和最新的视频 大家就会看到了 我们还有一个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记得也要支持一下